在之前的故事里 猎魔人杰洛特和引游诗人丹德里恩 乘着一个神奇的魔法箱子 来到了遥远的欧菲尔王国 杰洛特很快就跟当地的王家女术士熟络起来 两人男女配合调查起了宫廷里的谋杀恩 最后案子解决 杰洛特将被狄金控制了的扎伊拉贵妃就地蒸发 然而就在干完这些脏活累活以后 杰洛特反手就遭到了女术士的背叛 还能说什么呢 杰洛特碰上女术士 事情就是这么容易焦灼起来 利维亚的杰洛特 你杀害了国王的挚爱 瑟瓦特王子以及扎伊拉贵妃 在此盼你有罪 废话少说 自此盼你死刑 你将像猪一样被扒掉皮 然后被骨骂分尸 国王陛下请先听我一言 我求您了 猎魔人的罪行无可否认 我本人也上了这个恶棍的当 他甚至连他的真名都没告诉我 那是谁 大王的心虫 他们叫他烟瓶王子 然而我要原谅他 是可怖的童年和残酷的变异 把他铸造成了一个轻率的屠夫 一个没有理智的杀手 因此我恳求您至高无上的陛下 够了 你是要愚弄我们吗 嗯 请您对这个卑鄙的无赖施展仁慈 赐予他 我们那边给杀人凶手的死法 把他锁在箱子里 抛入海中吧 就为这段小人慷慨成词 真是太高丧了 嗯 笔下崭新了仁慈 第二天一早 你和叶有矛盾并不奇怪 把背叛当作最爱的消遣 就别想交到多少朋友了 闭嘴 受死吧 这次怎么了 不会又要箱子吧 要求他真多 最后一次 我保证 加什么镣铐 他就不知道适可而止 今天是幸运日 给我点水 拜托 甲烟痕 凯硬痕 数小时后 在宫殿门口 不是说好了吗 在这儿唱几首歌吧 他们或许会喜欢你 我看看你要把他们埋在哪 赵一老已经死了超过一个星期了 这些痕迹我之前见过 第二天在大市场里 最后女术师姐认出了她 真真的似的 她俩都嗨迪那么多钱了吧 那具尸体哪 哪具尸体啊 王妃还是帝国王子 你是法萨吗 猎魔人 我听说过你 要来买点东西 我来打听消息 这些符文能认得出吗 召唤并约束女狄精的符文 女狄精是一种恶魔 被束缚在人世会变得邪恶 被召唤到死者身上 就会呈现死者的样貌 并取代她 这种仪式非常危险 非常困难 施法者必须极为精通幻想 才能通过许愿迫使女狄精 变成死者的样貌 若某人所倚仗的魔力足够强大 是可以意识女狄精的 但她还是会极力去做一些邪恶的事情 因为女狄精正是人类各种基本欲望的反应 色欲 嫉妒 仇恨 女狄精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直到无法再控制她为止 几小时后 在这十三角墙 我弄了点茉莉耍 柑橘 新人饼干 市场上怎么样 有值得关注的吗 不 没有什么 啊 有个白发旅行者问候了老法萨 是个外国人 可 怎么会 传说中会飞的箱子 我本以为只是童话 是阿迈德的 看来她不信任你 没提过这事啊 听 听着 我能解释这一切 没必要 我已经弄明白了 真正的扎伊拉 病入高荒 无人可治 连你都不信 但你想获得阿迈德的职位 想得快疯了 就召唤了一只女狄精 迫使她变成扎伊拉的样子 之后她发狂 失去了控制 然后 苏哈 阿勒马仁 真翘有个猎魔人 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简直是完美的体罪一样 你想让我帮你把事情了了 然后被处死 显然 我低估了你的材质和能力 现在 我看出来了 这很有魅力 你 那么 你打算怎么样 要杀了我吗 我有更好的办法 一段时间之后 在科威尔 嗯 就不能送她点别的什么礼物嘛 比如市场上的新绸缎什么的 那是我的魔法箱子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感觉回家得有好长一段路要走了 就说 есте crafting 不是 好 喜欢 对 抓 JOHN 词 词